今天要播出的是国际行销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谈国际行销的第14讲 我们探讨主题是国际行销的广告跟公关 国际行销它的沟通策略 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强化公司的产品跟品牌 它的国际形象 来提高国外市场的客户 对于我们公司产品的接受度 公司跟品牌在各国市场它的知名度 以及它受到欢迎的程度 因为各国的情绪而有所不同 所以在各国市场 它所要去进行的这些行销沟通活动 自然也就不会一样了 行销沟通的组合包括广告 公共关系促销跟人员推销等等 在这一讲我们要介绍下面一些主题 首先介绍国际行销沟通的限制 接着来谈广告在各国行销活动的重要性 第三要谈国际广告的诉求内容 第四是广告媒体的选择 最后要谈公共关系 首先我们就来谈谈国际行销沟通的限制 国际行销沟通的过程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加以说明 各位看到在这个图上 首先我们国际行销人员 必须要把传播的信息加以编码 然后透过媒体再传达给国外消费者 他们会把信息加以解码 而在整个传播过程里面 无一母国文化跟当地文化的差异 所以就有很多的限制会形成 各位看到这些限制因素 包含语言的隔阂 竞争的情势 政府管制 媒体的可用性 消费者的舒服态度 代理商的可用性等等 我们首先来介绍语言隔阂 语言隔阂往往会使得 我们的信息没有办法被国外消费者 所接受 所了解 因此我们沟通就没有办法顺利达成了 国际行销者必须想办法 来降低语言的障碍 比如说可口可乐 它的广告挡不住的感觉里面 它是以音乐为主 冲击力非常大 而语言的障碍却很低 沟通的效果自然就很好了 厂商 它必须要寻求当地人的协助 或者是透过我们国外分公司的人 或者是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广告代理商 来让我们的广告内容 能够利用当地的语言 透切来表达出来 第二个是竞争情势 竞争情势是国际行销跟广告作业 必须考虑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变数 在有些市场里面 各国的竞争者都进入了 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那么在这些市场里面 往往由于竞争者的采取的策略作为 我们必须要有所应应 比如说保险公司在进入欧洲的市场的时候 他们在当地的一些欧洲厂商 特别是联合立法 就是Unilevel 他们就大幅的增加广告预算 希望来降低保险公司 它的广告的效果 因为同时出现很多广告之后 这个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广告 它的感受自然不会那么强烈了 第三个是政府管制 各国政府对于广告活动的管制 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管制可以分成下面几大类 第一个是对于产品广告的限制 在加拿大 英国 爱尔兰 法国 意大利 这些国家都限制相应广告 第二个是媒体使用的限制 有些国家它限制部分的媒体 不能够来作为商业使用 比如说在1981年之前 比利时 丹麦 挪威 瑞典 他们都没有商业电视台 第三个是广告信息的各种不同的限制 像墨西哥跟法国都统一规定 广告使用的语言 而荷兰政府成立了广告审查委员会 来执行广告制作的督导审查的工作 第四个是广告议算的限制 广告议算也会引起政府的注意 比如说印度政府曾经指责 某一个外国轮台公司 它的广告过于庞大 而保险公司同样的 也受到英国政府的指责 说它的广告议算太高了 第四个是媒体的可用性 实际上有很多国家 对于广告的媒体都加以限制 比如说北欧三国跟沙尔地阿拉伯 他们过去规定电视不能够播出广告 在这些国家以及过去东欧 往往就是没有办法在电视 或者收音机来播出广告 那么即使广告在电视 或者收音机可以播出 往往它的时段以及播出的次数 也会受到限制 那么很多的广告组 因为没有办法买到足够的广告时间 来重复播出的它的广告讯息 所以干脆就不使用电视广告 那么有些国家 由于产品的广告时间有配额 所以如果要推出新产品的时候 就必须要把旧产品的广告时间 挪过来来播出新产品 所以有很多新产品 也就不容易上市 第五个因素是代理商的水准 广告代理商的水准 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各国市场里面 广告代理商他们的服务的品质 往往跟这个国家经济水准 跟它的经济规模都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印度 虽然平均的所得不是那么高 但是由于印度 它有12亿人口 市场很庞大 所以产生很多 十分不错 水准很高的广告代理商 相反的 像加纳或者摩洛哥 由于市场很小 所以只有少数很小的广告代理商 国际新潮者在执行广告策略的时候 他最大的一个助力 就是有很多世界性的大的广告集团 国际行销者如果要在各国看广告 那么只要透过这些国际广告集团去执行就可以的 他不需要到不同的国家去面对不同的广告代理商 不但会时费力而且没有办法达到一致的行销目标 透过广告的世界大集团 在世界各国同时期应作 可以来降低我们大量的广告的作业 各位同学我们休息之后再来谈谈下面主题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广告在各国行销活动的重要性 广告是公司互惠 透过非人员媒体来传播公司的信息 它可以是听节的信息 像收音机的广告 也可以是世界的信息 像是户外看板或者杂志 它也可以是听节跟世界混合的信息 比如说像电视或者电影广告 广告在国际行销里面 扮演的角色是跟国内行销一样的 可以达到各种企业的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 为销售人员铺路 为厂商招揽经销商 为产品促销 改善品牌形象 以及加深品牌认同等等 一般来讲 广告支出的水准 跟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高低 是成正比的 平均个人所得比较高的国家 它的广告支出 占国民所得的比例也就比较大 但是我们台湾 虽然平均国民所得 不是在全球的前景 可是广告支出 占我们的GDP的比例 其实不低了 可见广告在我们行销活动的重要性 那么美国是全世界广告支出 最多的国家 其次是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广告在各公司的支出 也不太一样 各位看这张表里面 保险公司 它的广告支出 是全球最高的 它高达80亿万美金以上 而在美国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 各国的支出都不一样 它在美国支出最高 达到34亿美金 而在拉丁美洲 只有少少的两亿一千多万美金 第二名的联合立法 各位看到它的支出水准 就差保险公司 差很多了 底下一次的分别 各位看到通用汽车 丰田汽车 南亚 胡特汽车 还有时代伐纳 这些公司都是广告支出水准 比较高的国家的公司 全球性的广告 让我们可以在全球市场 达到一个很好的规模经济 让我们的配销也就更为有效力 比如说如果某一个零售商 它的货架出空间 那么我们想去争取的话 那么有庞大的广告 来支持的公司 就可以抢到这一个 很好的货架空间 我们台湾的厂商 对于国际行销的广告 通常比较保守 对于国际品牌的观念 也不是那样的强烈 所以对于广告支出 通常比较舍不得 但是其实广告 我见得要花很多的费用 有时我们可以借地使力 比如说像宏记公司 他们就曾经说 他们透过这些 不需要互惠的媒体曝光 所得到的广告效果 其实是跟广告一样 像宏记的Aspire电脑 它被美国的电脑杂志 评为最优良的电脑产品 所以得到很多免费曝光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国际广告的诉求内容 决定各国市场 它的广告诉求的内容 也是我们行销人员的一个重要的责任 在各国市场独立的状况之下 各国的广告诉求 很可能就必须根据各国的需求 来发展 但是如果厂商 它的行销是遍布全球的话 很可能有些成分 也会是采取全球标准化 各国广告所采取的诉求方式 有很大的差异 各位看这张表 那么对于印刷的广告来讲 它采用最多的表现的方式 还是产品本身 各位看到平均高达61% 其中比例比较低的是 澳洲的42% 而比例最高的瑞典 它达到了82% 其次是说明利益 也就是说强调产品带来的利益 那么平均有51% 那么各位看到 比较式的广告相对就比较低 就希德跟阿根廷来讲 几乎是没有人使用 而墨西哥是41% 平均也只有10% 所以各位看到 各国它所使用的媒体诉求方式 也是它的表现方式 差异是蛮大的 而影响到广告诉求 能不能够在全球加以标准化 有很多的因素 那么第一个因素 就是希求的差异程度 如果产品在各国 它扮演相同的角色 满足相同的希求 那么它的诉求的方式 当然就可以比较标准化了 比如说科可乐 它的广告诉求 在全球几乎都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认为 科可乐在全球 都是要满足相同的希求 是在各国满足同样的欲望 所以就可以采用 同样的诉求方式 第二个是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同一个产品 它的购买行为 很可能是记忆功能上 使用上 或者心理上的各种的因素 那么如果各国的使用动机 是类似的 那么就可以表准化 相反的 如果诉求不同 那么就必须采取 不同的重点来诉求 比如说保险公司就发现 他们的韩佛牙膏 在丹麦 德国 跟荷兰的广告诉求 必须强调防止蛀牙 而英国 法国跟意大利 必须强调牙齿美容 莫威尔的汽车 在瑞典跟美国 是强调产品的经济性 耐久性跟安全性 在法国广告 则是强调地位跟财富的象征 在德国 则是以汽车 它本身的性能 作为诉求的重点 而在车祸平传的瑞士 安全是最高的号召 第三是产品的使用时机 产品在各国不同的文化里面 到底是在什么时机一起使用 要搭配什么样的产品 来一起使用呢 都会影响到 整个诉求的方式跟内容 比如说 McCAN食品公司 它在欧洲促销冷冻的扎薯条 在德国电视广告里面 薯条旁边摆的是啤酒 可是如果是在法国做广告 那这样的效果可能就不是很好了 因为法国人在餐桌上 比较喜欢喝红酒 葡萄酒 而不是啤酒 第四个是风俗习惯 各国的风俗习惯 会影响到整个广告的数学的方式跟内容 同样一个知识 在各国有不同的意义 比如说摸鼻子 在英国代表是保密 机密 而在意大利则是善意的警告 在日本 弯腰行李则是对客人的一种敬意 最后要考量的是 语文跟阅读习惯 世界上有众多不同的语言 但是它并没有办法 制定一个统一的广告的诉求 来做很好的沟通 所以我们除了良好的观意之外 我们必须要借助很多的技巧 来克服语言的障碍 那么现在就有很多的广告 大理商他喜欢采用所谓世界表达 也就是说用图片或者影片 来减少翻译的需要 那么在利用图片或者影片 来表达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 整个消费者他们阅读 或者是解读的习惯 比如说在中东的一个洗衣粉的广告里面 各位看到广告里面有两袋衣服 左边是脏的 右边是干净的 按照当地的由幼而走的阅读习惯来看 广告信息是洗衣粉把衣服弄脏了 这样的广告当然是完全令人误解的 各位同学 我们休息之后再谈谈下面主题 我们接着来介绍广告媒体的选择 各国的电视收音机印刷媒体 它的普及力差异非常的大 对于实际的媒体的应用的状况 各国也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说瑞典 它由于政府禁止电视台 跟广播台的商业广告 所以它的广告支出里面 印刷媒体的比例自然非常的高 其他的国家跟澳洲有类似的情形 各位看下面这张表 它是各国媒体支出的一个比较 那么各位看到在图上 电视播出比例比较高的是巴西跟墨西哥 巴西有65% 墨西哥有64.8% 泰国有65% 而报纸播出比例比较高的 各位看到是澳洲 德国跟南韩 杂志播出比较高的是德国 收音机播出比较高的 则是加拿大跟墨西哥 而户外广告用的比较多的是 法国 日本跟美国 美国它是全世界媒体使用最为大量的国家 而美国的民生清洁用品的大厂保险公司 他们的全球营运的范围非常广泛 它遍及全球很多国家 有140个国家以上 那么保险的成功 行销是很大一个关键 它一年高达67亿美元的广告预算 使得它的行销效果非常的好 数位时代的消费者 媒体的使用机关也逐渐地改变 现在很多消费者 逐渐舍弃所谓大众媒体 而采用了比较小众化 创意比较高 能够锁定特定消费型的一些行销媒体 媒体的选择应该要特别注意到 各国政府的限制 比如说欧洲各国里面 英国跟德国 它禁止香烟在电视上面做广告 法国则对烟酒的电视广告加以禁止 荷兰对于药品的电视广告严加审查 日典几乎没有电视广告 我们国内的董事基金会 也对于青少年的香烟反对 有任何促销活动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最后的主题 也就是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对于国际行销非常重要 国际行销者必须要跟当地的政府 以及当地的媒体来建立良好的关系 公共关系所针对的除了媒体 跟政府之外也包含所有的所谓利害关系人 比如说股东 员工 消费者 供应商 配销商 以及社会大众等等 现在的公共关系 它主要要达成下面的功能 第一个 在地主国来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地主国的社会公益 比如说环境保护 慈善募款 来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改善公司跟地主国的社区关系 第二个 跟地主国的新闻界 来建立良好的关系 以便透过新闻媒体 或者其他方法 来报导对公司特定产品 以及跟这些产品有关的各种事项 第三 要尽力跟本国或者外国的政府官员 还有立法者来建立关系 来防止通过对公司不利的立法和规定 并且来促成有利于公司的立法跟规定 第四个 要加强公司的内部跟外部的沟通 来增进各方 对于我们公司的注意跟了解 最后 公司能够透过公共关系 来提供有关公司 如何去因应外在环境冲击的策略 能够让他们对公司有更加的了解 要做好各国的公共关系 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 就是找一个很好的公关公司 来替我们在当地进行公关活动 这个公关公司 必须跟地主国的各个机构 各个阶层都有很好的关系 同时对于如何去执行公共关系的业务 也非常有经验 能够透过公司 以及我们所显定的公关公司的各个努力 想办法跟各个媒体 以及政府机构 都能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有些高阶主管也非常善用一些机会 来替公司进行各种的宣传 比如说 维京集团的创办人 Brownson 他就非常会利用这种机会 来替公司进行宣传 他个人非常喜欢冒险 所以常常在报当杂志上面 出现他的一些新闻 比如说他驾驶热气球 那么来环游世界各地 那么这些活动 替他的公司 以及他的产品 得到很多的免费的报道 公共关系 另外一个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如何防止互面的报道 互面报道会让公众 对于他的产品 以及对于品牌 造成不好的印象 比如说Nike 就曾经因为媒体广泛的报道 他的代工厂剥削员工 那么这个事件 使得很多的消费者 对于Nike的产品 也造成了不好的印象 甚至于有些媒体报道 这个Nike 他们聘用同工 那整个事件 引起了很多消费者 对于产品 产生抵制的现象 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麦当劳 麦当劳过去 一直被批评 他的产品 会产生高热量 所以他的汉堡薯条 这些产品 很容易造成儿童的回胖 那么另外 一个事件 是欧洲爆发的狂牛症 而媒体非常密集的报道 这些牛肉 可能含有狂牛症的风险 所以很可能会引发疾病 这些都造成 麦当劳他的产品 大为自销 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可口可乐 跟百事可乐 在2003年的时候 印度根据一个毫无根据的报道 说这两个公司的饮料 它遭到杀虫剂 残留物的一些污染 很多人听了以后 根本就不敢喝饮料了 像这些事件 都会造成公司很大的损失 所以公司必须要妥善地 去处理这些互面的报道 避免对公司造成不利的影响 公务关系的执行 会受到各国的文化 传统 社会 政治 经济 各方面的影响 在已开发的国家里面 大众传播媒体 是我们主要的 信息发布的工具 所以我们尽可能 要去采用这些大众传播媒体 来传播我们公务关系的信息 但是在开发中国家 最有效的国中管道 很可能不是这些大众媒体 而是城市里面的一些小贩 或者在市场 广场的一些口语 在印度有一般以上的人口 是不失智的 所以既用文字 来传播我们的沟通的信息 并不是很好的 公务关系的管道 各位同学 今天有关国际行销的 如何进行沟通 以及我们的重点的一些广告 跟公共关系的一些做法 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创意影音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